美国学者们认为中国即便在GDP上规模上出力 短期内也不能改变美国在世界上很平保 我们看到美国在24月初 24月当中之后成为GDP第一的国家 您为中国的目前的情况和美国当时相识 或您有其他的看法 首先呢我同意美国学者这个看法 就是中国的GDP赶上了美国 那么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是跟美国有差距 这两个东西还不太一样 GDP只是一个国家力量的一个部分 就是GDP赶上了 但是别的方面比如说科学 军事力量 还有国际话语权影响力 还是落后的 比如以美国为例 美国这个国家呢 它的GDP是1894年就世界第一了 但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变成世界第一 应该还是第二次世界大胆 这个中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差 所以中国呢就是2025GDP赶到美国 综合国力要赶上 可能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 这个至于说这个后面那个时间多久 谁也不知道 是吧 那个我个人估计比美国用的时间短一点 是吧 美国是1894 这个No.1 holder of GDP 就是美国1894 就是GDP第一 但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嘛 50年以后 1945 大家公认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 中间有半个世纪的差距 中国呢我估计不用这么长时间 我估计啊 2025我们GDP第一 2035就是中共 十九大 讲了这个 这个2035发展目标实现的时候 我们综合国力差不多应该就超过美国了 我比一般的学者要乐观一点 我估计到了2035中国的科技实践 会超过美国的 军事力量呢 在西太平洋 在印度洋 都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那个 工业生产能力 那美国就没法比了 所以到了2035 我估计啊 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就会超过美国 拜登政府约定 在任期的第一年 要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 与办一次全球民主的首脑会议 有人说其目在于牵制中国 中国对于戒指切的举动是如何看待的 有什么对策 我想是这样的啊 就是拜登先生呢 确实说过 他就是在今年 在2021年就搞一个叫民主国家峰会 然后呢 是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呢 我觉得倒不是 因为这个民主峰会以前开过 而且拜登先生以前也去过 他并不是个新的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啊 他还是想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因为过去四年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先生很任性嘛 特朗普是不是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啊 这样的美国的image 就是美国的国际形象 有点受到损害了 拜登先生希望通过这个 这个气候峰会 民主峰会 他除了这个 Demot Summit for Democratic Countries 他还准备搞一个叫 那个Summit for Climate Change 还搞一个气候峰会 还搞好多峰会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想恢复啊 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弥补这个特朗普造成的损害 我并不认为他是专门针对中国 所以我估计 中国呢应该讲对 对这个拜登先生召开这个民主峰会是 应该是很淡定的 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既然他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而中国的反应也比较冷静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民主峰会的召开 对中美关系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客观上现在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 它能不能开下这个问题 是不是 顶多开一个网上的会议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问题不大 我们在美国采访的专家 关于中国短期间很难举办 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观点 我们听到了一些论据 对此 这样的领导看 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在上一个问题 其实回答过 就是2025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 那其他方面 中国还是有弱点的 所以综合国力的赶潮要晚一点 对吧 那么他讲这些指标呢 我都承认 就是比如说美国的话语权 金融霸权 盟友体系 等等等等 都比中国强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要把它教条主意 不要机械化 这个东西也是变化的 我想随着中国GDP真上去 还有中国的那个国内治理 这个在改善 总体来讲啊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上升 这是话语权呢 这一块中国也会上升 另外中国的金融影响力也会上升 至于说美国的盟友体系 这个东西有点不可靠的 这个如果美国国内治理进一步出问题 另外美国比如说对外冒险 对外战争发生冲突失败了 很多美国的盟友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盟友是不可靠的 那个你可以假设啊 比如说美国在台湾跟中国发生冲突 被中国彻底给击败了 东亚这一块 包括韩国 对美国的忠诚都是下降 知道吧 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如果中国在西太平洋 能够干脆利弱的击败美军 那你韩国还能相信美国吗 不可能相信美国了 对不对 东南亚国家更是如此 所以盟友这个东西不太可靠 随时可以掉 至于话语权也是很脆弱的 不要把它死不化 这个所以呢是这样的 就是我认为中国GDP超过美国 是比较快的啊 后来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 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不会像美国那样 GDP世界低了 然后综合国力世界低 还要五十年 中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我个人不计啊 有个十年就差不多了